我们持续来带您关注这起社会瞩目的案件 有性侵前客的保全借了李宗瑞 罗姓男子 他右拐高雄14岁少女到新竹的密室囚禁 这期间呢 他把黑色的项圈套在少女的脖子上 恐吓说会电人也让少女杀得不敢离开 不过我们带您看到呢 其实罗姓嫌犯早就有预谋 他要买真的可以电人的项圈 他之前在游戏群组里面的对话全部都曝光了 犯人之前曾经在群组里面询问说 想要买电极止废弃 而且是要用在人的身上 险见他预谋犯案的企图明确 他当时问有没有开宠物店的 我想要买电极止废弃 有人说你怎么感觉是要用在人的身上呢 他立刻说用在欠钱不还的人身上 而且又厌不出伤来 我们带您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话群组 看起来非常的下眼 后来隔一天罗姓嫌犯 他又贴出一张狗狗训练圈的截图 并且得意的写上了说 我挑好了就是这个美观 定来看看电极能力如何 还说要知道痛不痛 只有先垫自己看看 幸好这电极的项圈还没有到 警方就已经顺利将嫌犯逮捕落网 为了控制少女行动罗姓主贤不只在对方脖子上戴上项圈 还威胁项圈会通电 虽然事后被发现是谎言 不过这早就在他的犯案计划中 带走少女的两个礼拜前 罗姓主贤就曾在游戏群组里 透露想买电极止废弃 甚至经不要求项圈上不能有开关 还要能防水垫起来会痛的 有成员跟他说网购平台买得到 但不会买这种东西给毛小孩 罗姓主贤也同意对方想法 但却说用在欠钱不还的人身上刚好 还厌不出伤 更坦诚买通电项圈就是要用在人身上 隔天他就贴出截图 得意的跟大家讲已经挑好项圈 进口的都三四天外 你看他踩外你就会有点紧张 因为你不晓得他会不会一直放电放不停 故障的话就有可能 就有这种事情 可能为了防止少女自行脱带 罗姓主贤看中的项圈还具有遥控功能 但由于海外购物运抵时间长 通电项圈都还没有收到 他就已经落在警方手中 记得有这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